HELLO 线上的家人们好 欢迎你们来到惠真的幸福厨房 希望你们一进来这个幸福厨房 你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幸福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感到幸福的 因为每次进来就有很好吃的糕点 呈现在你们的面前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是纸米椰奶糕 如果你们要知道这个纸米椰奶糕怎么做的 那么赶快来准备材料了 首先呢 我已经将这个纸米100克洗干净了 然后把它倒在这里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来做一个纸米糕 将这个杯子洗洗 这个水呢就是1200细细的水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个纸米的水去做糕 还有三片的半奶类子把它剪这样小段 拿去煮等下会让这个糕更香一点 我已经将这个纸米放在这里煮了 然后呢刚开始就是要比较大的火 等一下等它这个红点升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关小小的火 然后呢算20分钟 之后呢再把它洗掉这个火 洗掉这个火 当它这个红点沉下去的时候 我们再打开锅盖哦 我们这个纸米已经煮熟了哦 刚好20分钟 然后呢它已经可以吃烂了 我们要这样子按哦 让它的水不要留在这个米的里面那么多 就是尽量的挤干它 然后呢将这个水倒在这个杯子里面 之后再把它倒进来 现在我们要加这个是80克的砂糖 倒进这个纸米里面 等一下吃这个糕的时候呢就有感觉咯 才会甜甜的 有甜才会可爱哦 现在我们要来准备这个模具先哦 将这个模具里面倒一点点油 然后把它刷一刷刷 刷整齐 底部就好了哦 然后再贴这一张子 再烘配几 因为里面有油 我们才能够贴得住这张纸在里面 等一下下面才不会有空洞 如果有空洞啊 这个粉浆就会掉进去 等一下就不美咯 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个模具是20公分乘20公分的高度 是8公分 现在我们开始来搅这个粉浆了 这个粉浆的椰浆也是用这个包装的哦 这个包装的就是这个是200cc 然后把它加水加到500cc 然后这个包装的椰浆我们就不需要煮了 这个是薯粉85克 这个是低筋面粉85克把它倒进来 还有这一层是咸的哦 白色是咸的 这个是8克的盐 然后把它搅一搅 翻一半 这个 这米糕等一下做起来又漂亮又好吃哦 然后将一部分的椰浆倒进来 这样子我们就一直搅到它的颗粒散掉 再倒全部的椰浆进来 这个粉已经搅均匀了哦 这样全部的椰浆倒进来 这个粉搅均匀了 现在我们还要多加这个可以吃的白色的色素 等一下让这个刀做起来呢 就是它的白色比较明显一点哦 就是一个小茶匙 然后倒这个热水一点点 用热水也可以 不可以用冷水哦 看冷水它几块了 洗一下刀子 嗯 这样就可以了哦 现在我们要来过滤咯 现在我们来搅这个紫色的部分哦 紫色的部分 这个是低筋面粉175克 倒进来 用刚才那个碗 不用洗 因为它白色的 还有这个是薯粉175克 倒进来咯 这个是细砂糖200克 通通倒进来 你看多么容易做的一个糕 还有呢3克的盐 糖跟人一定要在一起的 它是一煮的不可以切小鞋哦 搅拌一拌 然后再倒这个 纸米水跟椰浆 用包装的椰浆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再去煮 它已经 那个杀菌了 我们煮的过程也是要杀菌的 这个粉条内心很香耶 这个包装的椰浆很香 但是它比那个新鲜的更贵一点 你看我们要便宜又要好吃 有没有听过你们 不见话我们家乡时常这样讲 咣不吃咣不飞 咣不飞 咣不飞 咣咣 这样把这个颗粒搅散之后 我们再倒蛋黄进来哦 如果你们不喜欢吃蛋的不要加也可以 只是要多加2汤匙的 20克的低筋面粉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蛋我们煮出来是硬的嘛 所以如果你没有蛋了就 你下这个糕就比较软了 现在这个颗粒已经搅散了 我们可以将这蛋黄全部倒进来 这个是四粒的蛋黄哦 如果你们没有那么多的蛋黄 你加两个全蛋就可以了 再把它搅散 很快的对不对 要很开心的做糕 这个是会蒸盐巴的 你们一定要去试 我已经做个一次来吃 很好吃 来 将全部的也将倒进来咯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拿去蒸了 所有的粉酱已经搅好了 这个白色的我们得到是600cc 我们要分四次去蒸 一次是150cc 每次要倒的时候要这样搅一搅哦 现在已经烧开水了 第一层倒进来了哦 盖上锅盖蒸六分钟 如果你们没有像我这样的蒸笼 这个蒸笼上面煎煎的 它的蒸汽的水可以流到下面来 如果没有就是像这样子的 要绑一层布 绑一层布 那蒸汽的水就不会滴得下去咯 用这个呢 用中火就可以了 不可以太大的火 如果太大的火 等一下会凹凸不平哦 这个紫色的粉酱呢 我们总共得到了1300cc 我们要分十次来蒸 一次就是130cc 这个纸米刚才加那个糖呢 总共有400克 我们也是分十次 一次就是40克像这样子 然后量好了130cc 再倒这个是40克的米 把它倒进来这个本酱 把它搅一搅 然后再倒去蒸哦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感觉看到不明白 再多看几次这个视频 你就明白咯 很好吃 值得你付出你一点心思的哦 我们这个白色已经蒸熟了 现在将这个纸米的倒进来咯 再盖上锅盖蒸五分钟 这个纸米的蒸熟了 我们要倒这个白色的进来咯 再一次哦 再盖上锅盖蒸五分钟 白色的蒸好了 我们再一次的倒这个 纸米进来 这纸米一直蒸 蒸到最后 剩下一次我们再蒸白色的咯 这个纸米只剩下最后一层 但是我们还没有倒进去 现在还要倒这个白色的进来咯 白色的四次哦 还有一次 盖上锅盖蒸五分钟 这个白色的蒸熟 我们要倒纸米来 纸米是最后一层了哦 盖上锅盖蒸五分钟 我们这个盖已经蒸到最后一次咯 这个白色的倒进来 这个最后一层了 我们要蒸十五分钟哦 我们要确保这个蒸熟 一定要有足够的水 但是我这个不需要加水的 因为这个分量很大 现在盖上锅盖蒸十五分钟哦 我们的芝米糕已经把它拿上来了 让它在这里亮亮 等一下冷了我们再来切咯 如果室温要等一个晚上哦 如果要快点吃呢 把风扇把它吹冷了之后 再拿去冰箱里冰两个小时 我们的芝米糕已经冷了 现在可以来脱模了哦 然后我们准备这把小刀 冲这个边边 这样子插进去哦 尽量的靠边刮 然后我们需要这个四根牙签 等一下帮助它脱模的 再拿出菜板 然后这样子翻过来 嗯 很好脱 然后它再将这张 放杯子撕下来 油好漂亮哦 来 拌过来 好香哦 现在我们要来切了哦 要切就切 这个刀它要贴上一张 这个保鲜膜 帮助它沾黏 然后我们要把它凉好 这样芬娜才会均匀才会好看哦 好好切 来看看里面的猪猪 是不是很美 嗯 好柔软 我已经把这个膏切好了 两个揉心 你们喜欢拿一个 好漂亮又很香 那么现在我要来试吃了 不曾吃过的对吗 可以这样子试来吃 嗯 为你一口啊 嗯 乱乱乱的好好吃哦 哎 我有点生逆沙哑的 不好意思哦 虽然哦 这个是学的好吃 真的很香 再咬一口这个甜的 嗯 这个米的香气也好香哦 然后加上这个圆酱 哎 怎么讲 绝配 哈哈哈哈 想到半天 又好好吃啊 嗯 如果是 不适合吃很多糖的人 这样的糕点就适合你了 因为这个白色的哦 它没有糖的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食谱的 像这样的糕点很适合老人小孩 早餐下午茶还有聚会哦 还有 当我们要去拜访我们的朋友 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和亲戚啊 做一些啊 带给他们吃啊 哇 大家都很开心的 嗯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拜拜 我的天 在美丽 也比不上你的笑 没见过你的冷不会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